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月13日 也是圣师一乐主教纪念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纯洁的心 现在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耶稣一出了格法翁的会堂 就同雅各伯和若旺 来到了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 那时 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 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 耶稣上前去 握住他的手 扶起他来 热症 碎吉离开了他 他就伺候他们 到了晚上 日落之后 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 都带到他跟前 隔城的人都聚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 驱逐了许多魔鬼 并且不许魔鬼说话 因为魔鬼认识他 清晨 天还很黑 耶稣就起身出去 到荒野的地方 在那里祈祷 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 都去追寻他 找到了他 就向他说 众人都找你呢 耶稣对他们说 让我们到别处去 到临近的村镇去吧 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他随到加里勒亚各地 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 并驱逐魔鬼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今天的福音中 看到耶稣忙碌的行程 一出会堂 他便前往西满的家 治好西满岳母的热症 甚至到了晚上日落之后 耶稣仍旧继续治愈病人 和被魔鬼附身的人 或许 他连吃饭或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耶稣的行动 表现出一份大爱 看到孤苦无一的群众 他心中的慈悲 油然而生 迫使他放下自己的需要 计划 全心全意 治愈他的子民 他这一份爱 多么真诚 无私 他不寻求自己的利益 或名声 而是真实为他人的好 看到耶稣 反观自己 我们帮助别人的动机 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服务 表面上很好 但我们心中 却有诸多算计 计算自己可以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 算计做什么有最大的收获 被别人称赞 得到奖赏 自我感觉良好 当某件事对自己没有好处和利益时 我们就选择不做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倾向 今天 我们可以请求耶稣帮忙 让我们在服务别人时 有一颗纯洁的心 一颗仅仅想要别人的好的心 其实 这样纯洁的心 早就存在我们每个人内 只是在成长过程中 它被社会世俗的价值污染了 今天 就让耶稣教导我们 一个回归纯洁的心的方法 那就是 与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 耶稣大清晨 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祈祷 要告诉我们 当社会的诱惑越是强烈时 我们越是需要在安静中 聆听天主生命的话语 让我们再次 被天主的大爱感动 与天主的爱连接 能够让我们 从麻木无知的行为模式 醒过来 走出自己狭隘的心门 去爱 去建立属于大家的天国 因为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出来的 请品尝圣言 观看耶稣在黑夜中 治疗许多等待祂的民众 并与祂的大爱连接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与耶稣一起 看你的心 什么地方不纯洁 并请求耶稣 净化这颗心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我看到你慈悲 纯洁的心 我也渴望有这颗心 来爱你 爱他人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够回归纯洁的心 以真诚的爱 对待他人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